大家好,主播慷慨有余,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,是否已订阅本频道,且打开小铃铛。 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,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。 先进制程因AI应用持续供不应求。 Transforce先前预测,晶圆厂受惠,AI带动电源管理晶片需求, 已规划2026年全面上调代工价格,尽管涨价幅度上代协商,却已成功酝酿市场涨价氛围。 鉴于先进制程产能持续供不应求,台积电提前启动年度溢价。 一届传出,台积电9月起陆续先向客户群沟通2026年先进制程涨价计划,以反映生产成本定高。 不过,涨幅将依个别客户采购等级与合作情而已。 根据研究机构与法人先前预测,先进制程2026年报价,有望看涨3%至10%不等, 虽个别先进制程涨幅不一,但皆优于近年。 如果属实,这也是台积电连续第四年调升报价。 尽管涨价趋势明确,然整体涨幅仍属温和,有助维持客户合作稳定性,还将带动台积电营收、获利。 由此,有晶片设计业者证实,台积电近期已向旗下客户发出通知, 从今年9月起调涨先进制程价格,而且一调涨就是连续涨4年。 业者虽未透露涨幅,但强调,这是因应全球变局、人工智慧、AI蓬勃发展首件的长期涨价行动。 业者也推测,台积电未来恐将针对成熟制程采取缩减产能策略,作为整体制造资源重新配置的关键举措。 台积电罕见连续四年调涨先进制程代工价格,对照联法科法说会上,也释出因应成本上涨, 调涨晶片价格说法,显见台积电的涨价行动,将推升一波晶片涨价风潮。 严调机构吉邦科技先前已揭露晶圆代工厂决定, 2026年起,5奈米以下先进制程价格上涨5%至10%, 并暗示台积电依海外厂如美国、亚利桑那州等地建厂与营运成本高昂, 未维持既有毛利率,公司只能透过价格转价成本。 晶片设计业者不仅证实台积电调涨先进制程价格, 更道出台积电涨价行动已自今年9月展开, 且罕见的长达4年连年调涨价格。 毕竟在AI晶片和高效能运算HPC需求的推动下, 晶圆代工龙头台积电也正在进行重大策略调整。 根据市场供应链的说法,台积电已罕见地告知所有客户, 针对5奈米、4奈米、3奈米、2奈米这四种先进技术将连续调涨价格4年。 为此,台积电一贯不评论价格问题。 不过,法人推估,台积电抢手的300米家族制程, 报价2026年,渴望上涨至少个位数百分比。 先前,医有分析师看好台积电300米供不应求, 明年渴望涨价3%,台积10月时曾回应, 公司不评论价格问题。 台积电当时并强调,公司的定价策略始终以策略导向, 而非以机会导向, 他们会持续与客户紧密合作以提供价值。 有消息指出,这次涨价是在9月所宣布的, 预计从2026年开始生效,并且连涨4年。 涨幅是采用复利方式计算, 即在原有价格基础上持续累加。 虽然具体涨幅属于商业机密, 但传出可能将有双位数的幅度。 而因为为了满足先进制程的巨大需求, 台积电已将大量人力和资源从成熟制程转移至5奈米及以下的先进技术。 这种资源转移的后果是, 6奈米和7奈米等成熟制程面临事实上的减产。 尽管辉达等大客户的订单转向5奈米和4奈米, 使台积电一度释出6奈米、7奈米的产能。 但由于台积电将这些设备和人力转移导致成熟制程的客户, 若过往与台积电关系不够深厚, 2026年起恐将面临缺货压力。 另外,消息也指出, 台积电这次的涨价动作对客户是全面性的涨价, 没有个别的差异。 这情况也显示, 市场对相关先进制程的需求比预期中的强烈。 事实上, 根据2025年第三季先前公布的财报显示, 其先进制程比重高达74%, 其中5奈米占达37%, 3奈米占达23%, 相较于2024年先进制程约占69%进一步成长。 在2025年, 2奈米将开始量产, 市场对2奈米制程又反映热烈的情况下, 市场还预期台积电2025年先进制程营收占比将来到75%上下。 业者预期, 未来台积电会将资源聚焦于先进制程, 尤其是5奈米、4奈米、3奈米及2奈米以下节点, 并逐步针对7奈米、12奈米以上的成熟制程采缩缩产能策略, 以释放更多产能空间。 业者认为, 此举反映了台积电对AI、 伺服器与高效能运算HPC应用的强力压住。 因AI运算晶片对制程节点、 电源效率与运算密度要求越来越高, 台积电将优先供应最先进节点, 并将资源从成熟制程转移, 以支援其战略性客户。 台积电透过此次调整, 彰显其市场地位与定价话语权。 台积电稍早公布, 第三季营收与获利接创新高, 且根据集邦调查, 台积电今年第二季全球晶圆代工, 市占率达72%, 远超第二名三星。 这样的市占优势, 使其具备更强的溢价能力。 台积电此次价格与产能策略的变动, 对下游客户与整体供应链带来不小挑战。 首先, 对使用大量先进制程晶片的品牌公司而言, 成本上升将迫使其调整供应链策略, 提高售价或缩减其他成本。 其次, 依赖成熟节点的代工或系统封装厂, 因产能缩减, 可能面临转单抢息压力。 此外, 台积电的涨价策略也对消费电子、 市场竞争与技术更新节奏产生长远影响。 不过, 若台积电缩减成熟制程产能, 也意味着成熟制程也将获得喘息及涨价攻坚, 但晶片设计业者恐将承受更高的成本压力。 不过, 也有业内人士说, 尽管在大流行期间, 台积电也为任意涨价, 多考量和客户群的长期合作关系。 台积电曾在2020年、 2021年两度取消年初的销货折让, 2023年起恢复弊行作业迄今。 以台积电2023年报价涨幅来看, 相较同业, 公司自身, 涨幅一属温和。 当时主要是综合考量产能供不应求, 通膨与生产成本提升, 与客户沟通调高报价, 但也仅个位数百分比, 预期2026年先进制成仍将持续反映生产成本。 总体来看, 台积电现在主要成长驱动力是先进制成, 5奈米与3奈米家族占今年第二季营收达6成, 第三季续占6成。 台积电先前曾多次强调, 与客户密切合作规划产能, 并投资先进和特殊制成技术以支持客户需求, 同时在客户信任之下获取适当的报酬。 台积电在先进制成领域持续享有领先者红利, 且无替代方案方案。 法人看好, 随着相关需求成长, 有望带动台积电营收获利成长, 外资先前以上修台积电AI应用营收的中长期预测, 原先2028年, AI应用甚至将达到台积电总收入的35%, 目前渴望提早在今年或明年达到。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, 感谢你的观看,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, 侃侃而谈, 扩论有余, 最后请你点赞, 订阅, 这对侃侃有余是极大的鼓励, 谢谢。